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7月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点闲话 关于金融行业 最近我们一直在聊金融行业 难处金融行业现在有比较大的变动 主要对从业人员来说 虽然我在两年前就一直说 这个金融行业的好日子到头了 含义要传遍每个金融行业的人 但是没想到来的这么猛烈 这两天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事情 昨天节目我也谈了 今天我再谈一谈 大家引以为戒 这两天已经证实了 有两位券商的员工从业人员 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结束了生命 这个人看了之后非常的心虚吧 虽然说金融行业好日子暂时到头了 但也不就是这么严重 前几天咱们还说太原 还有其他地方跳桥 一个接一个 完了现在太原那儿 已经开始桥上有人把守了 桥下有救生员 到这步地步 咱们还说了 反正来跳桥 你防不了跳楼 那楼上怎么看 绝望的人 你怎么看都没有用 也就是官方啊 它没有很详细的内容 都是遮遮掩掩 网上穿业就非常多 首先是这个中金的女员工 这个是真的让人惋惜啊 为什么惋惜呢 一个非常年轻 才30岁 可以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最最关键的是 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优秀 应该是父母嘴中的 别人家的孩子 从他的简历看 那绝对是佼佼者 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原因是什么呢 那这都是网上的说法了 我想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 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传言他年薪60万 丈夫呢 是同行 是不是一个单位不知道 也是券商 年薪也是60万 两个人加起来收入120万 实际上妥妥的是中厂 甚至是金领 都是打工的 但是打工里面算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小红书的一些社交媒体里面 高数的动不动年入百万的 大概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家庭 能有这样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中啊 年入120万的家庭 那是妥妥的 因为咱们毕竟平均可支配收入才多少啊 上海可怕也不过10万吧 12万也结这么一个量级 所以这样的家庭啊 是一个高支高收入 令人羡慕的一个家庭啊 就是这样的家庭说他扛不下去 那你说还有多少人 风餐露宿的 一个月拿4000 3000的 而且有上顿没下顿 干不了两月就得换工作的 这样人又有多少啊 夫妻俩据说存了几百万 那肯定工作了几年 也是省吃俭用啊 攒了一笔钱 在去年或者前年 基本是房价最高峰的时候 姚浩买了一处房子 说价值是1500万 首付500万 贷款1000万 如果他家庭收入 一年是120万 贷款1000万 也不算太多 但也不少啊 月供是57000 我看了一下 就将近6万 那每年还房贷 70多万 还有50万呢 这个可支配收入 总体上看啊 这个安排似乎没问题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叫天油不测风云 夫妻俩 在圈商行业都遭遇降薪 而且据说是腰斩式降薪啊 差不多降了一半 降了一半 那夫妻俩的收入 差不多仅仅够帮安接贷款 那剩下的吃饭 生活其他的 钱都不够 第二个打击呢 房价下跌 据说他买的房子 首付已经跌没了 500万没了 房贷才还一年不到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这不太清楚啊 从2022年 大概也是这个时候 恐怕很多人都记得 我当时还做个节目 中金公司有个员工啊 因为要买房 所以他开这个收入证明 给银行办安接贷款呢 他的媳妇啊 就把收入证明 在网上晒出来了 收入证明啊 证明中金的员工 月工资是83万 年入百万嘛 应该是这么个数 这个当时就在网上 引起热议啊 引起如同的关注 我看很多人啊 经常看我节目的 应该有印象 两年前 从那以后啊 据我了解 券商高收入这个行业 就拒绝互相打听 这个收入 也很多高收入的行业 就拒绝员工 对外透露收入 严禁互相打听 严禁透露 烟草行业也规定 谁要透露的这个收入 就得严肃处理 避免啊 激起民愤 你收入高 你就偷着乐吧 不能拿出来炫耀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啊 从眷富炫耀收入 到现在活不下去 都是中金公司 短短两年啊 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济形势不好 不是别人在唱空啊 我每天都在说 从表面看啊 这对夫妻啊 他正好在最高点买的房 完了之后 最重要的是 杠杆用的太足啊 两个人年收入120万 还按揭就要换70万 实际上他们的 扛风险能力是非常弱的 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 买不买房 能不能买房 是根据你自己 扛风险能力 我经常拿灰烬老师举例子 人家拿70万炒股 全赔了 都不影响他生活 这个对他的时候就无所谓 你拿70万炒股 你是七大姑八大一借的 把房子压出去了 贷款 你能跟胡锦老师比吗 胡锦老师卖惨 喊疼 薄一点流量 还有流量 你惨疼 那是真疼啊 所以我说 不要盲目的学别人 买不买房 买不买股票 因人而异 就是你的扛风险能力 决定了你能不能买 夫妻俩 只要有一个人失业 他还安洁贷款都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两个人很优秀 但是啊 是糖水里面泡打的 没有什么挫折教育 从小到大 恐怕都没有受过什么打击 对未来啊 风险认识不足 一味的看好 杠杆用满了 你120万的收入 是不错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人失业 他这个家庭就难以为继 结果这回不是失业 是两个人的将心 相当如失业 一个人 收入掉了一半 作为一个金融行业 从业人员 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基本没有啊 这个让人觉得啊 很意外啊 从他贷款的绝对数字来说啊 1000万 跟他的收入 其实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行业的变动 金融行业到头了 在走下半路 他不知道 夫妻俩在一个行业里面 居然都不知道 压在下跌 不知道 因为上海的房价 还能勇往之前 还要涨 花将近16万一平米啊 买了房 这都是什么心态呢 我觉得啊 这工作 因为他所存在的金融行业 的风险教育 那一定是天天挂在嘴上的 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对风险的认识啊 对房价 对这个金融行业走势 全部产生误判 他以为他这个是铁打的饭碗 像这种夫妻啊 可以说啊 是这种中产 优秀 佼佼者 他应该怎么考虑风险呢 你买房子 多少钱一平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考虑现金流 现金流啊 极限你两个人都失业了 你这安家贷款 能不能还 能坚持几年 这个就是极限测试啊 哎你说我两个人都失业了 这个安家贷款 我还能还三年 那言下之意 就这三年里面 你要能找到工作 你又续上了 风险就度过了 如果找不到工作 我还能扛三年 这叫极限测试 还有一种呢 如果双方有一个人失业 你能扛多长时间 那这个肯定要好一点 一个人失业 好的还有一份工资 实际上啊 这个夫妻俩 都是金融行业 实际上是鸡蛋 是隔在一个篮子里面 一个篮子里面 当然了啊 我推断了 它不仅仅是降薪 不仅仅是房子降价 首付跌没了 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 我认为这只是原因之一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 什么叫风险 你如果买房子 你的扛风险能力是什么呢 我马上失业了 我马上每个月一分钱都没有 没有收入 你还能不能扛得住 你能扛多长时间 对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哎 如果说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 我还能扛三年 这种你可以考虑 如果说我一旦失业啊 我马上就活不下去 马上这个现金流就断了 我也没有办法跟七大姑八大一借 因为都已经借完了 都没钱 那你扛风险能力是最差的 稍微有点波动 你就只有跳桥跳楼 你在那儿把自己逼到墙角 自己把自己逼上梁山 短短两年 昨天我在节目里说啊 不要看金融行业赚钱多 由减入奢益 由减入奖难 金融行业将心那是更难受的 还有退行呢 很容易崩盘呢 因为它跟着自己自身的收入啊 以及对未来的预期 它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它杠杆的拉满了 这时候稍微一点波动 它的压力啊 跟它低收入的是一样的 低收入的 反正不行 我去送外卖 看看我一块还是五千 拟螺丝也是五千 干别的是五千 失业了 我去送外卖 还是五千 也就是累一点 它这个年收入六十万 你再去找个六十万的工作 基本上不可能 很有可能失业 你就找个三十万的工作 你就找不到 送外卖 那落差太大 我在想啊 这样的夫妻 是不是在这个一路 唱多的环境里面 自己把自己麻醉了 真的自己信了 四月今后 未来一片光明 你看看它这个家庭收入 和这个安排 显然就是未来一片坦途啊 没想过未来会有什么变动啊 人生只是开始 后面是蒸蒸日上 芝麻开花 结结高 是不是在券商行业 每天说的都是未来会好 前景光明 颤下什么光明论 把自己给信了 有点像胡一静老师 活在自己虚构的那个世界里面 这引以为戒啊 另外一期事件呢 是银河证券 又是传言啊 银河证券 自己也出来辟谣了 它也不叫辟谣 半承认 半否认 对这个事件 有原因 不知道 财联社啊 7月3号 发的一个新闻呢 是昨天晚上 说银河证券 一首席 被双开 后疑似跳楼 疑似啊 相关工作人员 说以公司统一消息为准 近日 关于中国银河证券 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 应被公司双开 双开大家懂吧 开出啥 开出啥 开出社团的资格 开出公职 叫双开 不满处分结果 而跳楼 传闻在业内 引起广泛关注 针对此事 银河证券相关工作人员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 具体情况 并强调一切 就以公司统一发布的消息为准 这个晚上有很多信息 我也看了一下 这位首席分析师 他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控诉材料 这个不知道真假 网上传的很多 他不是因为降薪 也不是因为家里遇到困难 资金链断裂 他是因为 认为自己被单位的处罚太重 处罚不公 以死民智 这位首席 看那个通报 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性骚扰同事 被举报 银河证券就对他进行处理 处理的结果呢 就是双开 他想不明白 认为自己这个事情没这么大 没有这么严重 按照银河证券 这公司的相关的规定 以及社团的规定 等等吧 应该比双开要轻 什么 严重警告 这是他自己认为的 他认为处理太重 所以他就选择了 走上绝路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庭 对不起孩子 他的控诉材料 我就不念了 大家自己去看 我看了一眼之后 我发现 虽然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聊的 相比较中金证券的那女员工 她还是被风险寄倒 降薪 杠杆断裂 房子降价 这个纯粹是个人问题了 这位首席分析师老兄 一人做事一人当 男子汉大丈夫 你竟然敢骚扰人家 伪计了 挨处理 你就得忍着 是你骚扰人家 单位处分你 你先当位处分重了 当然了 他自己一再承认 他就有错 说他骚扰不对 犯了错 他就是认为处分重了 错误他认 不应该处分这么重 我就理解不了 这团的资格就那么重要吗 开除公职 说白了就是没有工作了 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找实斥 实际上 首席分析师 找不到工作多了去了 不要说首席分析师了 这个行业的 人家圈上的 首席经济学家 都得靠自己刨石 失去公职 有什么可怕的呢 你想想 恒大前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 任老师 你看现在 他就是没有公职 人家也顶着首席的头号 他以前是哪个券商的首席 东吴吧 没干多长时间 被人举报了 人家现在就是自己在刨石 后面还搞个团队 天天研究中国经济 天天建言 建议 晚上搞直播 再卖生发水 带货 这就是叫自强不息 自己养活自己 这些首席分析师 一被开除公职 觉得天塌了 这有什么的呢 敢做敢当 还有一个对社团的眷恋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你那个社团 在加入的时候 写了那么多 条条框框的 就是不忘初心 一堆的 你在骚扰别人的时候 一条都想不起来 骚扰完了之后 人家处理你 你先处理中了 这个说不过去 人家把你开除 人家叫清理门户 社团的资格 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既然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爱惜呢 你严格按他们 一条一条去做 完了你就做不到 完了你还要这个资格 人家把你这个资格取消了 你走极端 说不过去啊 所以我觉得 相比讲中间的女员工 你这银河的首席啊 不像个男人 是因为心骚扰被处理 他认为处理中了 被双开 被双开嘛 你为了你荷尔蒙负责 你管不住 那你就都承担责任 他是承认有错 但是单位处理中了 所以他不服 所以他选择结束 这个恐怕也是啊 读书读多了 从小到大 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所以这里这两个例子啊 都跟挫折有关 挫折教育啊 无论是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这个中间公司女员工 还是这个银河证券的 行业首席分析师 那肯定都是生活中啊 在学习中 都是佼佼者 但是都是遇到挫折之后啊 想不开 我们很多啊 天天看我节目的人 估计认为这就是屁大点事 居然选择结束自己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挫折教育啊 每天咱们说的都是炒股 都是失败 创业失败 那就是本人啊 一点都不在乎啊 我天天在节目里面都说啊 咱们这就是个挫折教育 是个避坑的节目 咱们要认清现实 看清现实 还得对未来充满希望 有很多小红啊 戴着眼罩 不想看清现实 未来都是好 这样 最后他掉进坑里面 最后走上绝路 未来是美好的 但是我们首先不要掉坑里面 你才有机会迎接未来 所以说挫折教育啊 我们天天聊水浒 这个水浒里面一个好汉 叫杨智 这个杨智也是挫折教育的代表 饱受铁瘸的打击啊 当然了 咱们说他饱受铁船的打击 也得不公平啊 实际上是他自己能力不够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看一看杨智 对照一下 我在以前节目说了 专门说杨智 杨智也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名门之后 养老令公之身 他的孙子啊 还是第三代吧 那绝对是光环呢 完了之后 他还是武状人 在那高考 那也是清华北大呀 这个出身怎么样 后面仕途也不错啊 对吧 当了智史 你看 这个到中金 到银河 不是一个道理吗 结果啊 押用花石缸 大概从太湖吧 押到这个开封 走黄河啊 十条船 人家那九条船都没事 就他押用的那条船了 你说说 这赖谁 这不要紧吧 你船翻了 难得和大丈夫 你敢做敢当啊 你这承担责任去啊 他不是的 他跑了 潜逃 好 官职丢了 结果后来正好赶上 宋徽宗 上了这个大赦天下 才有机会了 他搞了一袋金子 一袋财宝 准备到开封去活动 要想光复原职啊 找这个高球 他托人层层打点 最后他简历啊 他那个申请书 叫到高球那 高球一看就来火了 高球生气 主要是说 你这个人没有担当 你花石干了 你还跑了 这个 这种人敢用吗 现在就是大赦 那也是证明你无罪 你还想回来光复原职 你就做梦吧 坚决不给他 你就送礼都不给 也在这个事情上面 高球没错 这样的干部能用吗 对吧 你就拿钱贿赂 也不行 你看高球也不是全坏的一面 也是为了大宋的江山 操碎了心的 结果杨智 走投无路啊 正好把那个牛二给杀了 这样他不就又获罪了吗 发配到这个大名府 到梁忠书手下 梁忠书喜欢他 又看出他的简历 光环 养老令公之孙呢 完了这个又是武状人 功夫也这么了得 是个人才啊 梁忠书再次给他机会 你看 杨智人身转机又来了 在梁忠书名下得到重用 而且 梁忠书给他老战人 写了封信 推荐信 推荐杨 杨智只要把这个 深圳纲送到开封 他很有可能就得到重用 你看这么好的个机会 结果啊 他押用深圳刚又失败了 这赖谁呢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赖的就是杨智本人 就是财大财出啊 眼高手低 他是被盛名所付 其实不堪呢 这个杨智啊 在不用用的蒙汉药啊 药镜过去了之后 看着这个东倒西歪的这些 押用深圳刚的这些士兵 感觉大势已去啊 人生活得没有意思 绝望啊 就像中金公司 银河证券的 这两位一样 你想想 接连两次挫折啊 这上天对他就是不公平的 就是拿他开玩笑 好好的一个杨智使 九条船都没事 就他那条船 翻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 押用深圳刚 他沿途啊 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 什么地方会出事 沿途哪个地方是高风险 要怎么样防范 结果还是被人家算计了 所以杨智就准备啊 从黄迪刚那样 准备一跃而下 你看看 跟现在跳楼是一样的 他把衣服整理 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先祖 养老林公 辱墨了先人 不如自觉 结果啊 他在跳的那一刹那 突然顿悟 他觉得我啊 好歹也是一个气齿男儿 生的也不错 一生的武艺 我这个身体啊 是父母给的 我为什么要自尽呢 我现在啊 先欠一下这条命 搁在这儿 什么时候需要的是再拿走 那在需要 就是冥冥之中啊 因为他认为 他现在已经犯了错误了 我准备死 但是我现在不打算死 先存在这儿 以后谁要再说 我现在不死了 我换个活法 所以他提起他那个刀啊 腰刀和破刀 拿好 环顾四周啊 刀握在手里 准备啊 跟他的过去 一刀两断 过去的就过去了 什么养老林公之孙 什么智史 什么武状元 统统的叫过去了 死了 我现在是新的我 你看看 他是动物了 他就是挫折教育 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学一学杨智啊 跟你过去的辉煌 说什么拜拜 不要为圣民所累 不要为你的以前那些虚名 给牵判住了 重新再来 叫清灵 你看杨智 突然动物 实际上就是这种清灵的心态 过去啊 清空了 咱们重新开始 再来一局 哎 这种心态啊 所以他不死了 跑得比谁都快 准备他去大吃大喝 你看这个心态 这个作家于华 他说啊 你不要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你只是情绪啊 进入了死胡同 不是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不要觉得好像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其实你可能是一种情绪 进入了死胡同 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他们那个有一个小采访 说是反卷 反卷 这个词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 我觉得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就是有时候你反过去 反方向卷一下 很可能把自己卷出来了 当你的情绪进入某一种死胡同 你开始进入到一种发疯的状态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睡一觉 或者你去找几个朋友去旅游啊 离开现在自己的某种生活状态 躺平是一种治疗 躺平是对卷的治疗 卷是对躺平的治疗 其实他们是一种互相治疗的一种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又这样过去了 所以在这里以扬治为例啊 你看看 这叫挫折教育 接二连三的打击 在大家看来 那他这个机会特别好 你只要成功了 那马上就光复原职 而且可能还飞环腾达 因为你攀上了菜太石 这个仕途进入了快车道啊 结果又是当头一棒 扬治动物了 于华老师说啊 你只是情绪进入了死胡同 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死胡同 转个弯就能活 脑筋转一下 就像那个中金的女员工 又有什么呢 大不了房子我还了 我可能被上债了 那房子还值一千万吗 正好贷款平掉 丛林开始有什么 杨智就是丛林开始啊 要记住了过去那些圣民啊 那些光环 他有的时候是负资产的 你活在那个光环 那个虚名里面 束缚了自己 不停的给自己加码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清零 不要老想着过去的那些高光时刻 多想一想过去踩的那一坑 这样你心态真的好啊 有网友问我 高光时刻 我的高光时刻就是现在 此时此刻 不要老想着过去多牛 那都过去了 那是在特定的历史 在特定的环境下 特定的平台 成了成了一个特定的你 什么都代表不了 离开了那个环境 离开了那个平台 你什么都不是 你看那个杨智就是为民所累 到哪儿去 他介绍自己都是 我是养老令公之孙 实际上他背着这个名字 限制了他 不能辱墨了仙人吗 要光宗要祖啊 这期节目主要是借劝上 这两位员工 这个不幸的事情 谈一谈我个人看法 实际上这些观点 我这几年来 一直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重复啊 我们嘲笑杨智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 要学一学杨智这种 清零的心态 自那以后啊 杨智同人 就不再说自己是 养老令公之后了 最后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有风险意识 对风险 要估计的充分一点 心态呢 要调整一下 要有一颗杨智的心态 随时要清零 从头再来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